阴道菌从不平衡的时候 就会导致它这些难闻的味道就会出来 这些柑橘类的水果 有益于我们私密处pH值的保养 提醒妹妹要注意 不需要用什么肥皂清洁剂 一直起降会对于它的pH值 酸碱度会大大的破坏 欢迎来到营养师聊天室 我是婉婷营养师 在粉砖背后 常常都会有女性朋友来问我说 营养师我的妹妹有味道怎么办 今天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造成妹妹有异味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就是哪些行为会造成妹妹有异味 第三就是如何让妹妹拥有天然香的秘诀 那首先我们先来解释 阴道为什么会有异味 其实我们的阴道 它其实也要维持一个 所谓的好菌跟坏菌的平衡 那什么东西会影响到它的好坏菌呢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阴道的pH值改变 我们阴道如果维持在适当的pH之下 就可以保持健康的状态 就不会有所谓的异味产生 当我们的阴道菌从不平衡的时候 就会导致它甚至会有鱼腥味 或者是像梅味 或是一些蓝纹的味道就会出来 每每会产生不同的味道 其实也会跟我们的健康有关 生理期的时候pH值比较没有那么的稳定 正常阴道的pH值应该要在3.8-4.5之间 第一个味道就是金属味 那这个血它其实对阴道来讲 它是比较偏向碱性 那长时间如果没有更换卫生棉 就会导致这个异味会更严重 第二个就是使用所谓的鱼腥味 这是一种阴道的细菌虫失衡的情况 更严重包含像灰色绿色的分泌物 这个发炎的状况要是没有请妇产科医生来做治疗 反而会更严重 千万不要自己去买药乱茶或是用一些偏方 去看妇产医科是最安全的 第三个就是安慰 是尿骚味 例如像是泌尿道感染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出现 妈妈产后或者是我们更年期的妇女 容易产生尿道的松弛 就会有尿湿劲的状况 那我们可以请医生来帮我们做评估 往往在工作压力大或是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你的免疫力一定都会下降 就会容易反复反复的感染 甚至包含像性生活之后没有去尿尿 或是过度清洁也会导致感染 第二就是饮食习惯 某些食物的确会改变我们体内的一些味道 甚至就是吃完以后就是尿液流出来的时候 味道也会不同 第三就是习惯使用护电 有些女生在分泌物比较多的时候 就会习惯使用护电 护电的材质有时候真的会比较闷 就算你很常的更换 可是它还是会比较潮湿比较闷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棉质的内裤 因为棉质的内裤它其实是真的比较透气 可是如果你的分泌物沾到它的话 那它的透气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就是更换这件事情是最大的重点 第四压力大 因到会有异味闻起来跟平常不太一样 跟你的压力一定会有关系 那当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的时候 各种疾病就会接踵而来 尤其是女性私密处的部分 更容易卡细菌 更容易感染 适度的放轻松 出去玩喝杯咖啡 享受一个人独处 大家都要记得就是爱你自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五就是内裤尺寸或是材质不合 长时间穿内搭裤或者是发热裤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 还有周遭我们的朋友 还有医护人员的建议就是 你要穿的是棉质 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 有一种内裤超棒的 就是男生的四脚内裤 男生的四脚内裤下面不是很空吗 那个就可以让你非常的透风 那台湾经常就是下雨闷热超湿 如果是贴身的衣物 没有晒干或者是穿上上尾全干的内裤的时候 美美的味道当然就会变得更重 建议大家这个贴身的这个衣物 就是要把它晒干或者是烘干 不要只是阴干 第六 最近有规律运动健身的朋友 但是私密处就会发出这个所谓的汗臭味 会比平常的这个味道来的更重 那运动完以后 我们就用清水做私密处的淋浴 所以擦干就没有味道了 哪些食物可能会影响妹妹的味道 像是洋葱大蒜 咖啡鱼类还有咖喱 这些比较重的味道 因为它的气味这种 所以吃了以后会影响尿意的味道 就像你喝完咖啡 你会发现尿意中会有咖啡味 混合着这个阴道的分泌物 就会产生了一些比较重的味道 另外如果你水喝的太少 也会影响到妹妹的味道 如何让妹妹有种天然香的秘诀 秘诀一这样吃 就是要记得就是水果 酸性的水果 像橘子柳丁草莓 这些柑橘类的水果 有益于我们私密处 PH子的保养 让私密处可以维持一个健康 微酸性的环境 蔓越莓就是富含了A型的花青素 有助于防止这个蜜尿道 跟阴道互相的彼此的感染 风里有蜂蜜酵素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抗发炎的植化素 对于像蜜尿道的感染 私密处的保养都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高鲜深绿色蔬菜 就是在研究当中 他们发现越是高纤维 而且叶酸越高的深绿色蔬菜 对妹妹的健康也非常的有帮助 在主食类的部分 我们可以选择像是 鹰嘴豆、绿豆、红梨 在配菜的部分 菠菜、韭菜、红线菜 蛋白质类包含像是黑豆还有猪肝 这些都是摄取叶酸的好来源 第二个就是好菌 摄取益生菌 像是优落乳、优格 好菌可以平衡我们的PH值 维持着阴道的健康 降低就是阴道受到 酵母菌感染的风险 避免私密处产生异味 第三个就是抗性淀粉 抗性淀粉进入大肠以后 就会变成益生菌的养分 所以会让你的菌虫可以更平衡 像是胃精致的豆类 例如像红豆、绿豆、黄豆 第四就是毛豆 毛豆就是含有植物性的基数 大豆义黄酮 可以帮助我们私密处的调理 同时它兼具了高蛋白、高纤维 还有叶酸 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修护私密处的组织 秘诀二这样做 第一要多喝水 不要憋尿排尿 可以带走细菌 减少私密处的感染 第二不要穿太紧的裤子 裤子太紧不通风会造成私密处 潮湿、闷热、容易感染 发炎有异味 第三清洗妹妹要注意 不要洗得太干净 什么意思 就是不需要用什么肥皂 清洁剂一直洗洗洗洗 其实这样会对于它的pH值 酸碱度会大大的破坏 你用清水洗就好了 也不要用所谓的湿纸精来擦拭它 因为这些都不是适合它的 另外就是不要清洗我们的阴道内部 让它维持天然的pH值 第四上完厕所以后 要由前往后擦 才会避免我们私密处的感染 第五就是爱爱完以后要小便 你知道男性的精英的酸碱值 大概就是pH7.5到8.5 所以每次设计完以后 pH值它就可以上升到7.2 维持大概6到8个小时 那我们其实阴道是偏弱酸 那你精英是偏碱性 会导致私密处的pH值的环境改变了 就不利于我们的乳酸菌 在这个菌虫当中 因此细菌菌虫不平衡 就会容易使阴道发炎 接着结束以后 就可以尿尿去排除它 还有就是不要用肥皂洗得太干净 第六个就是睡眠充足 例如不熬夜补充益生菌 那医养师知道针对妹妹的问题 大家可能有点难以歧视 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妹妹的问题 你可以隐藏讯息 或者是脸书 找李婉萍养师私讯告诉我 有没有觉得这一集 打破你很多的误解呢 喜欢这个油脂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最终抱红钱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的内容